那我們想要這個創下 現在看起來 郭台銘今天發表的聲明 郭台銘的聲明 雖然給韓國瑜恭喜 而且給他祝福 但是郭台銘並沒有講清楚 到底要不要參選到底 然後郭台銘說 願中華民國更強盛 願台灣人民更幸福 所以郭台銘表達 他對中華民國的熱愛 永遠不變 那這本身 郭台銘的動向是一個變數 然而假設是 我們不看郭台銘這個變數的話 現在藍綠兩個各自有代理戰爭 蔡英文現在人還在訪美的過程 他變成美方代理人 然後韓國瑜的背後是蔡衍明 跟相關的這個中國力量 跟中國政治能量的話 遠然就變成中國代理人戰爭 而且這一場代理人戰爭 韓國瑜表面上有中天集團 幫忙拉台幫忙造勢 以及幫忙做權力的動員 然後網路上年輕世代跟高雄的選民 壓根想要下架國瑜黨 其實今天這場民調出來就很清楚的講了一件事情 就是國民黨已經改名了 就叫做國瑜黨 他們就是韓國瑜去主導了這樣一個政黨 所以這國瑜黨就會繼續往前走 而剛剛講的有些數字是很巧的 朱立倫剛好是17% 所以剛好跟郭台銘也輸17% 然後另外一個郭台銘一直心念在念 就是上次綠黨在禮拜五在訪問的時候特別拿出來的 剛好泛綠的17%過去 我知道的是他還跑去找綠黨 他人還跑去找綠黨 要那個民調的細部資料 所以這件事情他一定也很在乎 而這個裡面過來之後 當這個國瑜黨出來之後 當然了整個韓粉是非常嗨的 他們又嗨翻了 所以今天呢韓粉又出草了 很多人到處就被去騷擾了 可是呢當韓粉出草的時候 美國竟然他的美聯社就開始對這件事情 當有報導 第一段話就講說民粹主義者 親中市長代表國民黨 然後如果美國 我們知道說台灣的命運 一定是美國中國都在控制的 美國的美聯社 美國的最重要的代表性的通訊社 第一段開宗民意就叫他親中市長 裡面就講到說 韓國瑜被人家疑慮的 他跟很多中國的官員做了很多的見面 包含中聯辦主任王志明 如果一個美聯社短短的一百多字的報導 就點到這個 代表著美國呢 其實會開始對於這樣一場代理戰爭 國民黨整個親中 是美國已經有態度了 然後再回來的話呢 郭台銘裡面呢很有趣的是 他呢只有祝福 他沒有說支持 他上個禮拜五在這邊的時候 接受你來專訪的時候 他還在講一遍大哥拜託 那大哥拜託很多人都解讀是說 他氣弱了 可是我們從眷村長大的 在社會裡面做過的人都知道 大哥拜託的意思就是說 我已經人之以盡了 面子給你 但是後面呢 你自求多福 我們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然後他後面更有趣的是 願對中華民國的熱愛永不改變 為中華民國奉獻的決心 永不放棄 這個國民黨的榮譽黨員 在他所有的聲明裡面 沒有三個字出現過 國民黨 所以第一他完全沒有國民黨 因為他知道你那個是國語黨 他為了中華民國 他跟你國語黨 是已經就是徹底的切開來了 而這切開裡面 那下架國語黨那種更大力量 所以今天有一個人的反應 也很特別 那個人叫做柯文哲 柯文哲出來講話了 柯文哲想說 開始認真的思考 這個問題就是要不要參選的問題 可是他後面那句話 跟那個熱愛中華民國有呼應 他說我個人從來沒有想 我個人要什麼事情 而是要思考台灣的下一步 哪邊比較好 而在上禮拜五 郭台銘在這邊接受專訪的時候 也非常特別的 兩次稱讚柯文哲 做事很有能力 而且他喜歡有智慧的人 所以你看這樣搭起來之後 下架國語黨 從715到918 這60天的時間裡面 恐怕是台灣政治的主軸 所以韓國語不要太高興 接下來已經13萬人 高雄人要連署要罷免他了 然後現在已經有很多人 說法甚至說到是有五大件事情 就是他的家族 李嘉芬的家族 或者是他那個北大幫 他在北大讀書的那些人 現在跟市政府的關係 所以韓國語其實後面 他繼續會燒 當然朱立倫是立刻看過去 他12點半又 據說12點半又見面了 而郭台銘的態度更明顯 就是說因為韓國語敢去看他 吃了個閉門根 代表著接下來是 郭台銘的中華民國派 和國民黨變成國語黨之後 雙方的競爭 那國語黨恐怕在這個過程中 下架的機率還是存在著 所以中華民國派 捍衛中華民國者 已經開始跟國語黨切割了 郭台銘的論述比較接近 中華民國在台灣的主權要捍衛 中華民國要捍衛 然後郭台銘的聲明說 他熱愛中華民國 他到底有沒有熱愛國民黨 或者有沒有辦法熱愛支持國語黨 本身還充滿變數 然後將來郭台銘要再起 他就有一個正當性 這個正當性叫做 我愛國民黨更愛中華民國 我問一下黃創下 如果柯文哲跟郭台銘沒有整合 或者整合沒有成功 整合過後排名還是老三 最後能籃是籃綠對決 而且是韓國瑜對決蔡英文 你會選誰 所以像你這種籃就投韓國瑜投不下去 不只是我這種籃 我們有很多的族科的 甚至有一些做藝文的 包含我的直屬學妹是外文系的 她就是幾乎是瓊瑤型的女孩 結果都 你們還有瓊瑤籃喔 對 還有瓊瑤籃對不對 瓊瑤籃有分 正版跟下一世代 正版是瓊瑤 瓊瑤姐妹好像聽說是韓粉 對 像他們這種是大概在後面的 到後面幾天的時候非常焦慮 焦慮什麼 焦慮就是真的會給韓國瑜 吃掉國民黨嗎 然後後面的結論就是 一樣的吧 他們就是 不是他們講的喔 如果是韓國瑜 那就考慮郭台銘脫打 他們就支持郭台銘 那如果是沒有郭台銘 那就是蔡英文 那如果今天這種局面 那其實你要看的是 韓國瑜確確實實拿到 所謂的國民黨的過敗 先前都是這樣子 可是郭台銘是什麼 所謂的泛男 好 五十幾 而整個國民黨在台灣的 這個民調裡面就是二十幾嘛 所以國民黨其實 早就是國瑜黨了 但是那些施諾籃 知識籃 基基籃 還有新的瓊瑤籃好了 他們會投給誰 他們沒辦法去支持韓國瑜嘛 然後現在當然一個狀況是說 未來的一個變數是說 這一次呢 柯文哲他要去衡量的問題是 空軍他已經沒有了 他的資源 那郭台銘合作他才有機會 陸軍還有個王金平 還要繼續走下去了 那王金平才有陸軍 媒體 然後現在的柯文哲 已經不可能寄希望於 旺中會有給他聲援 因為旺中絕對是繼續的 跟國瑜黨結合在一起 所以柯文哲如果要出來 他必須要認心情勢 他一定要找這些資源 那廟天在這個過程中 也已經跑到了韓國瑜那邊去 所以現在其實有很多時候 政治不是你喜不喜歡 而是一個利益的問題 但是如果真的是韓國瑜 我想今年的最大黨 就叫做下架國瑜黨 你認為下架國瑜黨 比下架民進黨還要大黨 當然大啊 因為你看那個一樣的是指標民調裡面 討厭韓國瑜的54% 然後全台灣到目前為止 被討厭到過半的 直接表態的也就韓國瑜 好 我猜測未來一兩週 台灣又會冒出很多民調 然後大家會開始做真正 比較取樣正常 而且取樣有代表性的民調 而且恐怕不會單一 只用室內電話民調 衝向剛剛看到的是 郭台銘本能講 這個國台辦劉潔一 跟蔡衍明之間的關係 這一個指控是非常嚴厲的 是的 其實劉潔一跟蔡衍明 什麼關係呢 郭台銘在這段專訪裡面的總結 就叫做郭董 郭台銘懂 他懂他們之間的關係 所以劉潔一跟蔡衍明的問題 關係 郭董 上禮拜六 很特別的是 吳敦義好像有動作了 那個信傳媒傳出來的很特別 就是信傳媒裡面爆說 原來吳敦義跟韓國瑜有個協議 他用的是協議的說法 而這協議裡面是說 韓國瑜你如果當了國民黨的候選人 將來如果競選連任成功 韓國瑜不會去兼任 國民黨的黨主席 然後國民黨也會去推動 全代會的時候 去把這個黨章給休掉 而且還承諾國民黨的中常委 因為上次吳敦義選得很辛苦 安排了七成的中常委 是他自己的人 會嚴任 不需要被換掉 那這個時候 是不是有個交換 通常在 正在初選的時候 這是主辦選舉的 這個國民黨黨 要面對這麼嚴厲的指控 應該要很嚴厲的出來 說絕對沒做回事 不是 就只有吳敦義用臉書說 他其實只是一個 非常 他完全沒有主觀意願 要去當黨主席 他也是被動 他是承擔 你就覺得說 在整個國瑜 國瑜黨背後的一個幕後 好像有些東西 有些在各種的利益的狀況 互動狀況 讓人家覺得說 背後可能還有更多的故事